第1741章 粉红桃花杖 那声音甜甜腻腻 带着几分狐媚之意 雷尘眼睛微眯 转头望得过去 一大片粉红色的香物出现在湿线里 如云朵般 温涌不已 四缓诗集很快击了自己 就仅剩下离许 倒要快走 那粉红桃花杖带有剧毒 只要吸上一口 就会让人万劫不复 也应有些焦急的声音传入耳朵 雷尘顶顶头 此人心地倒还不错 没有一心只顾着自己逃走 既然如此 那自己也就投桃报李 将她救上一救 那海中念头尚未转过 那狐媚的声音就再次传入耳朵 走 你们以为 能够走到哪里去 实际上的乖乖射手就付 这样还可以少受许多苦楚 话音未落 一道惊鸿就从那雾海中飞出 光芒收敛 显出了一个妖艳如花的女子来 看上去大约二十一二岁年纪 身材风雨 燕光紫色 一举一动都风情万种 不用说 修炼有极为霸道的魅火神通 粉红沙魔 别看此女外表 并不甚大的样子 唯一阵东海修仙界 却已达万年之久 乃是沙王坐下的 德力大将之一 虽然没能晋级倒动寻期 但实力 却非一般的离合期修饰可比 魅火家剧毒 此女杀人甚至都不用瞻寻 那鱼鹰脸色煞白 似乎对此女怕到极处 尽叫一声 就像邪厕里逃走 那女子的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 就这么云淡风轻的一挥手 一道白色的皮链 从衣袖中飞出 如一条妖蛇 狠狠地向鱼鹰咬去 书生的肉体 居然已经回去 曾皇出逃的云鹰 自然没有多少魂首之力 只能闭莫等死 临身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右手抬起 也是一道银芒飞蛇而出 撑 撞击声传入耳朵 九天明月魂一闪 盗飞回来 那皮链光芒散开 也将云形露了出来 就是一把柳叶刀样子的东西 包入铲衣 赵死 那女子不然大怒 但很快 蕾车上露出笑容 花枝乱缠地开口 道友真是何意 莫非 你也想要与下女子为敌 也不仅他有多余的动作 那粉红色的雾气 就像这边飘移 鱼鹰的脸上满是恐惧 泪芒双手一舞 睡醒模糊 试着睡衣逃到了十月丈远处 同时还望向雷轩招呼 道友 快躲 曾的心倒真是不错 然而雷轩对他的警告却视若无睹 粉红色的雾气 很快就将他包裹 雷轩甚至连瞬眼都看不见了 哼 没用的家伙 粉红沙磨的嘴角边露出了一丝 鸡巢之色 自己的桃花上可是用九九八十一种剧毒凝裂而成的 动玄器以下的修宣者 只要吸上一口就会万劫不复 被其包裹 甚至会在毒物中化为一团血水的 区区离合中期的修宣者 也敢在自己面前放肆 简直是找死 过了约半点差的功夫 此女御手一扶 雾气散开 被遮挡住的警物重新映入眼帘 她却一下子脸色狂变 嘴唇边的笑容却一下子精硬起来 眼中全是不可思议之色 你 你怎么还活着 雷轩倒背双手在原地傲人而立 脸上分毫一色薄露 看她那种神丸弃足的表情 哪里像是中了什么剧毒 不过雷轩还是有变化的 在她的胸口 驯覆着一团鸡蛋大小的火焰 三种颜色流离不已 不过其中的碧绿色 最引人侧目 混零天火 不知何时阳光要重新从天空中洒落 混零天火 美得惊心动魄 然而不知为何 粉红沙摩却感觉一阵阵的心急 仿佛在面对天敌 笨仙子的瘴气 就是被这东西破除 对了口唾沫 她声音嘶哑地开口 仿佛喃喃自语 仿佛又带着几分询问之意 雷轩却没有回答的兴趣 而是右手抬起 一直向前面点去 轻斥一声 急 呼的一声传入耳朵 混零天火一阵闪烁 随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寻窝 混零 直径不过树村而已 然而 人不可冒险 海水不可斗粮 却从里面传来极为可怕的犀利 明明已经像两边散开的粉色的雾气 如长云惊息水一般 朝着这边蜂拥而来 最后被吸入进了漩温里面 被吞噬掉了 粉红沙摩又惊又怒 这桃花掌可是他的招牌绝技啊 当初为了收集各种毒物 心血快是废了不少的 居然这样就被对方给废掉了 侧女的眼尖跳了跳 眼睛变成了血红色 一股疯狂的气势弥漫出来 不过他并没有寄出飞刀飞剑一类的宝物 而是一手一服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呀 四周的空间呢 竟然如同水波一般的晃动起来 最后 大海消失不进 却是带致的 是一片森林映入眼帘 甚至还能够看见 华美异常的宫殿 幻术 而且是等级不低的那种 雷神难难死语 然而纯彬却满是笑意 经过对方 已不尽了踪迹 但他却一点也不急 心智剧毒 如今又在自己面前玩幻术 这位粉红沙摩还真是出门没看黄历 雷神闭上双目 重新睁开的时候 瞳孔已经变成了银色 璀璨的银色 天风神目 所有的幻术在他面前呢 都不过是浮云罢了 哼 爆裂声吹入耳朵 之后雷神就看见了漫天的雷火 铺天盖地 声势惊人无比 然而他没有躲 仿佛这雷火根本就不存在死的 反而向右手抬起 从指尖击车出几刀剑气 真的声音传入耳朵 左侧是一张陨处 原本是一片虚无 一把柳叶刀却在剑气下献心处雷 那雷火看着虽然迅目 其实却是虚头 专门用来吸引人注目 真正的攻击是交给那隐藏的柳叶刀的 打算原本不错 可惜撞进雷轩了 一眼就被识破 最后雷轩没有多做单感 此时附近都是海族 单可久了会以来新的变故 速战速决才是最佳选择 脑海中念头转过 凌芒一闪 摩原剑已从掌心中浮现 五指一合 已将此剑紧紧握住 最后雷轩猛地转过头颅 对着身后某空一人之处 一剑劈出 银色的剑气映入引领 对付粉红沙漠 雷轩根本就不用尽全力什么 随手一剑就足够了呀 第1742章 圣城使者 一粒将十回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混说什么都不过是一个笑话 更何况天风神木 早就将妖女的行踪看破 在接下来的情况如何 凡是一点宣念也无的 残叫声传入耳朵 此女万万不曾料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被剑气劈中了头颅 接下来整个身躯都被一片银色给吞没 雷月鹰都没有来得及逃脱 好了 四周的景物如同镜子一般的破碎掉了 最后蓝色映入野林 四周依旧是一望无银的大海 红粉磨砂已经陨落 唯有橱袋还留在本空 浪费时可耻的 雷军一把抓过 整个过程吐起糊落 一旁的原因 看得目瞪口呆 他乃离合后期修仙者 可遇见大名鼎鼎的粉红沙磨 包括几个会合 就肉身陨落 而眼睛这小子 居然轻松惬意地 就将敌人给收拾掉了 他望向雷军的表情 已满是敬佩之色 修仙界毕竟是强者为尊的 道友好自为之 雷军见雷英有些虚弱 最少一道法觉大出 青涩的灵光一阵闪烁 那雷英的精神顿时好了许多 道谢道友相助 雷英大喜 可雷军 以化为一道惊鸿向远处飞去 而远处 因由火光越来越近 似乎海族也发现了这里的不妥 雷英大惊失色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他自然格外珍惜性命 以身犯险是愚蠢的 忙小手一握 接连几道法觉大出 对时 天表灵光一闪 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最后出现在 树石掌之外来 正是衰疑 雷英不惜法力 接连施展不已 很快就消失在天际 另一边 雷军的速度更是令人瞠目 这时候 可再也没有必要隐瞒实力 必须快点离开这是非之地 而以他的实力呢 一旦顿速全开 对方即使想追也会变得枉然 原来是花为了数天不同 雷军全力赶路 仅仅半天 云归岛就映如影林中 然而气氛却似乎有些不对头 雷军心中咯噔一下 这里距离海族的势力 也不算太远 难道说 雷军的脸色顿时阴霾下来 顿光一魂 他的表情很难看 毕竟两个头儿都位于此处 如果真出现什么差错 他就当师父的 林神的心似乎一下子 悬到嗓子眼 不可很快 表情要重新镇定下来 闭上双目 将身识放出 着景之后 林神抬起头颅 明显大松了口气 然而脸色却古怪无比 没想到不是海族 居然是圣城那些家伙 他们的动作 倒真是够快的 略微迟疑 雷军伸手一拍 将一张隐身符贴在胸口上面 最后 便发现他的身影越来越淡 最后 变成了一缕青烟 然而这还并未结束 雷军继续施展领气之法 很快连心跳都变得若隐若现 高手不敢说 立合以下的修行者 相信自己就算是 潜到他的身前三尺之处 对方也绝不会发现分好的 最后连心如同幽魂一般 向着圆归岛飘了过去 只见白嫂们如临大敌 倒上了禁止 法刃完全地开启 而一对大约十余名羞士 身负在岛屿上空 为首的是一名躁爬老者 颇有几分心疯到骨的气度 然而脸色却阴沉沉的 仿佛是一欠了他很多前似的 至于其他的修行者 卓庄则是同意的黑色 修为参差不齐 但大多都是宁丹奇 道友这是什么意思 居然敢用阵法阻挡声称的使者 莫非你们想要造反吗 那造反老者冷冷地开口 千佩误会了 本门岂敢对声称不尽 只是本门大张老有事外出 如今与海族间的冲突 又到了一处几发的地步 为防止外衣 但这老命令我们将阵法开启 上官莫语盈盈一浮 脸上眼线焦急之色 却十分恭敬地说 原来如此呀 听了对方的解释 造反老者身色异欢 如今形势危急 你们谨慎一些 倒也是无可合肺 然而老夫已经说过 我们是来自圣城的使者 怎么 莫非你以为老夫在撒谎吗 万非怎敢有如此念头之事 上官莫语虽然小心翼翼地解释 但却丝毫没有将阵法打开的意图 不管对方是不是圣城的使者 结果都是一样的 若是海族 如今这危急时刻 引狼入室 简直类似于找死 可圣城使者就好了吗 俗话说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白草门虽然弱小 却远远流长 门中的典籍曾记载过 三族大战的一些经历 一旦战堂开启 圣城就会发出召集令 召集人类各方实力 一起联合抗敌 表面上听没什么差错 可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 像散修 还有他们这样不如流的小实力 会被大量召集 然而由于实力差 竞技低 根本就不会被委以重任 而是当作炮灰 九死一生 已经算是好的结局 大部分人都没有好下场 魂飞破散后 连准事重修都做不到 修仙界就是这么残酷 实力强的修仙者 在大战中存活的几率 要比地阶修士高得多 这个道理上官目语 早就心里有数 尽管心中不满 不过白草门早已破落 他们自然是没有实力反抗的 原本只有任命意图 然而林轩的到来 却出现了别墅 对方曾说 会带着他们离开这是非之地 换句话说 门派就有可能从浩劫中 幸损下来 这几天他们早就做好了一些准备 只等林轩到来 就可以从云归岛离开 然而人损不如天损 林轩踪影绝无 圣城的使者却来到此处 山官目语 怎么可能放他们进来 对方显然不愿意 轻易离开此处 而且还有原因及修仙者 究竟该怎么办呢 见山官目语 磨磨蹭蹭地 走破老者的脸色阴沉下来 老夫一 你费了那么多口舌 还不快快将阵发打开 这 见山官目语依旧犹豫 早破老者的耐性终于被消磨殆尽 简壁 老夫此后说一次 我数到十 数到十又如何 莫非尔等还该用墙不承门 冷冷的声音传入耳朵 最后青红一闪 雷仙将衍身符撕开 现身处理 老者大惊失色呀 其余圣称的修仕也惊呆了 他们做梦也不曾想到 会有人寄予在侧 而且距离自己不过数丈远的 他们居然丝毫发现也无 这太不可思议了 而白草门修仕则无不大喜 惊鸿一闪 两名少女已飞了出来 燕儿 上官牧鱼一呆啊 不过最后表情又放松下来 林亲被记忆回来 脑危机自然解除 以她的神通 当然不会让宝贝女儿受伤害 阵法打开 上官牧鱼带着白草门的修士也飞了出来 而林亲则没有与他们打招呼 注意力依旧是放在圣城的修仙者 身上其实一点点的放出 离合器的修为显露无遗 光是灵压就让那灶泡老者的脸色苍白无比 不知道前辈尊姓大名 在家是圣城之士国锋 在这里给前辈尽礼 老者盲居身行立礼 满脸惶恐之色 哪还有刚刚的半分傲气啊 气软怕恶 对于修仙者呢 这再正常不过 他有意无意将自己圣城之士的身份点出 别说离合 就算是洞玄机的老怪物 一般来说也不会与圣城为敌的 我的身份难道道有猜不到吗 何必明知顾问呢 说 你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林心冷冷地开口 若是别的修仙者对于圣城 确实会有一些顾忌 然而他确实 跳得多了不痒 债多了不愁 反正他连圣城洞玄机长老都得罪过 还在乎这么区区 一位月应期的修仙者吗 我 在雷轩的目光下 那老者感觉背上冷汗之冒 但却不敢不开口 雷声音都变得忐忑 千辈受罪 你也晓得 我们与海族的纷争 一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晚辈来到这里 并无恶意 只是奉命行使而已 着急跪门去 双方岛聚集 去双方岛聚集 雷轩的表情不懂声色 心里却开始冷笑 他一波是出道灵界的修仙传了 对于此界已经很熟 自然明白 这种两族大战 白草门被卷进来 下场会是如何的惨 晚辈只是传令而已 去不去 还在兼备自己的意图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晚辈就告辞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早怕老者自然不会想别的 如何脱身呢 才是忧心选择 日不失败不过受罚而已 可留在这里弄不好 却会有性命之忧力 他一边说 一边看着林轩的脸色 见对方并没有露出 特别愤怒之意 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下一刻 林轩的话却让他 如坠入到冰窟里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 谁让你们会与林轩相遇 就自谈命不好吧 话音未落呀 林轩袖旁一服 数十道进盲 从衣袖中 鱼有而出 林轩并不喜欢乱杀无辜 如果仅有他一个人 反过这些家伙也没什么 毕竟 可恶归可恶 总也是奉命行事啊 然而现在不同啊 白草们要整个转移 目标太大了 放他们回去 很有可能节外生枝的 第七七百四十三章 杀伐决断 宁杀错误犯过 反正自己与圣城丝毫关系也无 林轩自然不会因为一时的心软 将自己与白草门陷入不可预知的威胁 前一刻明明还好好的 后一刻就暴起发难 分离之快 令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那些圣城的修士 无不脸色大变 前辈 收下留情 遭破老者 已吓得灭无人色 自己怎么可能对抗 立合其修仙者呢 死定了呀 他的眼中满是绝望之意 然而楼椅尚且偷生 所以明知不敌 他又怎么愿意 做一代弊呢 一边大声求饶 一边袖袍一甩 大片的粉红色魔器 从衣袖中飞略了出来 眨眼间呢 就遮挡住半边天幕 声势看上去 倒是颇为可观的 从那雾气深处 传来大声的怒吼 仿佛有什么怪物 藏身在其中 雷仙却视若无睹 一直轻点而出 顿时漫天的剑气 如疾风骤雨 向着对方狂刺而去 啊 凄厉的残叫声传入耳朵 此起彼伏 不论是造帕老者 还是其他的宁丹妻修士 尽管他们见得修为有差距 但在零行看来 都不过是蝼蚁 见光分落如雨 这些人也伸手易处 丝毫反抗之力也无 随后雷仙右手微弹 从至今飞着出了一颗火弹 很小 有如一颗佛珠 可四周的天地元气 却蜂拥而入 很快 那火弹就 体积暴涨起来 化为一片火海 将整个天空都映成了红色 看上去壮观一击 虽不能焚尽万物 但将生成修士的尸体化去 却还是轻而易举 来得快去得也快 不过几细的功夫 那火海就烟消云散 连温度也重新降低 天空 明静如己 不知还有鸟叫声传入耳朵 从表面上看呢 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过 白草门的修士 看得莫等口呆 雷上官沐浴的面容上 都满是惊骇 前辈 他们可是盛成的使者 将其灭除 您不怕被自己带来大祸 哼 大祸 人心的嘴角边露出冷泪的笑容 在是天之地之 你知我知 圣诚之手就算是神通盖世 要拿小的手下是死在我们手里啊 放他们回去 乱嚼舌头 那才是张罗在引祸 怎么 夫人莫非 毁于林某的判断吗 当然不是 其实怎敢有这种不敬的心理 我只是担心万一 前辈既然觉得这么做稳妥 那切身自然是 丝毫意义也无 圣课沐雨 忙乖巧地分辨说 嗯 你能这样想 当然再好不过 如何 白草门可已经做好了撤离的准备 谨尊前辈吩咐 所有的东西全部收拾完毕 只要前辈下令 随时都能离开这里 圣课沐雨 修为虽不值一提 但办事情呢 还是很靠谱的 既然如此 那一早不一时 整得拓久了一场梦多 如今两族大战已经开启 听知道这货什么时候会蔓延到此处 什么 这货已经开启 其身怎么不晓得 上官公鱼类正满是惊讶之色 你当然不清楚 林某是快马嘉宾赶到此处 消息尚未传出 具体的慢慢在说 你们先离开这十倍之地 是 切身就去召集门中弟子 请前辈稍等片刻 上官沐雨盈盈盈一浮 得到林轩的云可 才化作一道金红 飞向了云归岛深处 燕儿 你去帮助母亲 召集门中弟子 林儿 你留在这儿 是师父 听林轩如此吩咐 两女心中虽略感好奇 但虽然不会追根究底 叫嚣嚣着行为一离 上官燕呢 就紧随母亲 向总舵飞去 和上官林则 乖乖地留在原地 小孩头 眨了眨了大眼睛 悄悄地 看了看林轩的脸色 对于师父 他是既敬爱 又害怕的 姐姐都去帮母亲了 却让自己留在此处 这是为什么 难道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归 做错事情了 心中忐忑 不过师尊没有开口 他自然也不敢胡乱问 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别的地方修监者 或许此思自利得居多 但在白草门 从小的教育 却是要尊师重道的 林轩正是看中这一点 否则两个丫头自知赛好 他也绝不会动念修徒 杨白尔郎是很愚蠢的 修个徒弟嘛 当然要尊敬自己 而且听话的 至于修为低 倒不是问题 只要他们肯努力 自己再大把的丹药砸下去 提升起来 是很迅速的 林儿 林轩却没有注意 想丫头的脸色 表情淡然地开口 师父 你有什么吩咐 没什么 只是这次外出 机缘巧合 找到了一件 适合你的宝物 林轩微笑着开口 最后就跑一扶 那天因寒冰剑 就出现在掌中 拱酒饼之断 一个个寒光闪烁 你也还有清明声发出 一看就是通灵至极的宝物 闪关音 灵的注意力 一下子被吸引过去 开口惊呼 极品灵气 不错 而且在极品灵气中 也是佼佼者 不仅于你的灵根 属性暗策 最难得的 此保还是整套的 雷轩微笑着说 这东西 虽然没办法 与燕儿的 雷鹤之意相比 但对于低尖修仙者 也绝对是梦寐以求之物 毕竟能够让自己看上眼的 又怎么可能是垃圾呢 谢谢师父 上官的灵原本还以为 是自己做错了事情受罚 没想到是师尊赐予宝物 这心中的欢喜是可想而知呀 蕾上的笑容如同阳光 更有如心滑绽放 以时间 竟明艳不可放物 雷轩见了此目 她的口气 某第三处闪过了几分 思念与忧愁 来到灵界已经四百年了 月儿究竟身在何处 什么时候才能与爱妻重逢 真的很怀念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容啊 而对临身的 仇思 善官灵并不晓得 此时小丫头正喜自自地 将法力注入到灵级之中 嗡 清明声传入耳朵 那天因寒冰剑迎风就涨 每一柄都仿佛秋水一样 少女伸出玉手 将那木剑握住 轻心一抖 极柄子剑就心髓一动了 幻化出令人心悸的寒芒 与之伴随的还有白雾 空气中的温度呀 都仿佛骤然降低了 第1744章 雷旋夸海口 急 最后少女一直点去 那仙剑又幻化成灵蛇利芒 转眼间拿半个时针过去 上官灵的额头上浮现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笛 叫声叙叙 只是由于灵气消耗太过 他毕竟只是灵动后期的修仙者 不过 那这样的成就已然不错 在被灵神为师后 短短短半年的光阴修为就提升了许多 这放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修仙修仙 除了灵根与努力 拼得又是资源 少女预手一服 将灵气收入怀里 造成着灵神掰了下去 没力的俏脸上满是感激 多谢师尊厚意 灵儿一定会努力修行 绝不会辜负您期望的 行了 不用多理 雷军抬手虚拂 最后只见左侧的天幕 惊鸿大起 各种五颜六色的顿光 出现在视线里 雷军眼睛微眯 尽管距离尚远 对他的眼力 依旧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为首第一个乃是 宫庄美妇 正是山关沐鱼 亲辈 让您久等了 本门弟子都在此处 您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撤离 当然可以 临身的嘴角兵露出一抹笑意 最后伸出手来 在腰间一拍 灵光大坐 一艘灵舟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眼前 长约有二十余掌 说是灵舟 但是样 又与上古战船 颇有几分相想 船程流线形 雕梁画洞 上面的楼阁 共分三层 从体积来说呀 与战船相比 不止一体 但白草门船程到现在 早已日泊西山 乃未入流小派 不过四五百人而已 此灵舟将其 整个尖途 绰绰有余 其中除了上官墓雨 乃林宁丹起 其余的弟子 绝对部分仅仅是 住机器修士 而年轻一点的 秀为更是浅薄 灵断的菜鸟 就算是当炮灰 平行来说呀 多少 还是有些不够格 费典白草门弟子 也都是心里有数 与海族爆发冲突 他们多怕是 九四一生的 能够离开此处 全是林前辈的恩德 他们望向雷轩的表情 乌不充满了感激之色 少人低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修心界以自私自利 之人居多 然而白草门 偏偏是不同的 这也是林轩 为何会出手相助的原因 好了 时间不多 继续在这里耽搁 恐怕夜长梦多呀 都快点到灵州上去 林轩淡淡的说 语气虽然温和 但命令 却是不容置疑的 是 上官木语自无意义 从林轩行的一礼 最后转过头颅 望向云归岛的目光 充满了不舍 这里虽然不是什么灵山宝地 可两百年来 自己却一直在这里修养生机 除了极少的外出游历 大部分光阴呢 都在这里度过的 如今就要离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心中多少有些伤感 不过此时此刻 是不能够感情用事的 自己身为一派的宗主 如果都表现出如此软弱 下面的弟子 岂不是更六神无主 脑海中念头转过 山官木语 深深呼吸 将心中的伤感压了下去 美丽的翘脸上 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走 我们离开这里 华与美洛 他欲足轻点 身形晃动间 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来到了灵州的上面 山官燕虽然年轻 却万中成熟 不过有其母亲风范 也悄然扭过头颅 刘亚清白来到了灵州之上 由掌门与大小姐带头 白草门的弟子 纵然心中不舍 也不敢在这里 多作单个 纷纷向灵州涌去了 人都到齐了吗 是先辈 白草门弟子 全都在此处 山官木语悠悠地说 雷群点点头不再开口 而是双手七五 数百块晶石出现在实现中 全都是中品之物 随后雷群将它们全部 相见入到了灵州的凹槽之中 嗡 金石嵌满以后 雷群尚未有其他动作 就有清明声传出耳朵 金石所蕴含的法力 被针法自动地抽取 填充作为灵州的动力 雷群的脸上露出满意志色 最后一道法觉打出 那清明之音顿时变得低沉起来 过了几席的功夫 耀眼的黄芒 整个暴涨 将灵州包裹 这既是保护膜 同时又具有隐蔽的效果 从外面看呢 灵州变得是若有若无 完全遮蔽行迹是不可能的 能够做到现在这一步 已经是很不错了 不找危险 应该都可以躲过 人要知足 灵雪里长露出了满意志色 再回到法觉打出 那灵州就化为一道淡淡的金红 向远处飞去 上班道友 贵牌的地址就由你照顾 灵某将在第三层进修 除了这一层外 其他地方你们可以随意走动 等心不要打扰我 当然 如果遇见了危险 灵某自然会出来解决的 灵雪语气平淡地吩咐 万辈了解了 多谢前辈的大恩大德 客气话不用多说 我与贵派 咱们也是有一些渊源的 守望相助是应该的 灵雪微笑着说 最后转过头颅 灵儿 燕儿 你们俩随我来 是师父 最后灵雪不理众人 来到了第三层的楼阁 这里房间不多 灵雪挑选离间最大的 进去以后 灵雪语无他物 只有几张铺团摆在地面上 不用说 这是一练功之所 灵雪可没有当时 收掌柜的觉悟 虽然只是收上官姐妹做寄名弟子 但不管怎样啊 既然做了人家的师父 当然要传道授业解惑 知道两女修行的 所谓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以灵雪如今的修为神通 知道两名小小的灵动期修监者 简直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灵雪是用九天玄弓 给他们俩打基础 而这功法呢 他已熟得不当再熟 论理解之透彻 恐怕已不在九天玄尊之下了 这么好的机会 两女当然大喜 错过会遭雷劈 将修炼于他的难点一一提来 灵雪随意几句讲解 就让他们毛色顿开 不知不觉呀 已经过去两个时辰的功夫 两女由于修为太弱 对于心法的理解不多 居然渐渐的找不到问题了 一直后 雷军又向他们 讲解了一些修炼心得 当然都是最清闲的那种 延期时间已经到了中午 这次受课差不多 也就宣告结束 两女莹莹一福 多谢师尊大恩大德 他们的感激是真心实意 与别的灵动器修饰相比 自己姐妹俩 实在是太幸运了些 居然能有一位离合器的师傅 要知道双方的境界差距也太远了 别说离合了 通常来说 就是一名云初修士 也不愿意收下他俩 两女感激之余 也决定要好好努力 绝不能给师傅丢脸的 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雷军平淡的声音就传入耳朵 灵儿 燕儿 你们俩差不多 也该准备冲下一个境界了 是师父 燕儿正是这么想的 等这次迁途结束 燕儿就会准备住击了 山鬼燕乖巧地说 他如今已是灵动器大圆满的修行者 于情于理 是该准备住击 只不过现在条件略微有些不适合而已 何必等到完成前途呢 去去住击 在这里就可以 雷军的表情显得十分随意 在这里 山鬼燕却是一呆 师父的话他不敢反驳 可这种提议 未免也太危险了 雷军一样 他才应存危急 师尊 我们现在尚没有飞出危险的水域 万一遇见海族或者圣城的修行者 是啊师父 您是开玩笑吗 与姐姐相比 上官灵要天真一些 没有那么多的顾忌 能能自语 雷军可不打狂语 就在这里出击 不过区区小半个时辰而已 应该是不可能遇见危险的 什么 小半个时辰 两姐妹不由地面面相聚 几乎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俗话说 没吃过猪肉 总见过猪跑 何况他们母亲好歹也是一派之主 勉强可算家学晕博 就筑籍问题 不久前还专门翻阅了顶级 从灵动到筑籍 可是大境界的飞跃 灵力会一心洗髓 就算再顺利 两三天总是要的 这还不算服食筑机单后需要打坐 炼化药力 冲击瓶颈 等等其他的一些 缝锁的过程 师孙的话听起来就像是开玩笑自语 可仔细想想啊 又觉得不可能 好端端的 老师干嘛无地放尸 难道真的有什么捷径 可以冲击注击器的瓶颈 仿佛看出两女心中的疑惑 雷轩微笑着开口 如果就一般的情况来说 冲击注击器需要十天半个月是没有错的 可有林某招呼 去去注击器又算得了什么 半个时辰绝对是可能的 雷轩这么说当然是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他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一来如今的东海修行节 两族大阵已不可避免 一族多半也另有打算 在这样的论事里 主击器修士虽然不值一提 但不管如何 也比林董七弟子好得多 实际哪怕是墙上一分 关键时刻也会多出自保的把握 雷轩自己就是在兴风雪雨中 摸爬昏打过来的 这样的道理 都有启示不会晓得呢 然而来 自己的徒弟居然还徘徊在灵董器 这出去 未免也太令人瞠目 以后与月儿相逢 还不被那丫头给笑死 所以 也要尽快地提升上官姐妹的实力 第1745章 这样也能注击 师尊 您真的在半个时辰内就能令我铸鸡吗 山观燕依旧是半信半疑 为师说过 我不大狂语 可突然手中没有用于铸鸡的灵物 在你揉捏着开口 这算什么呀 雷轩的脸上满是笑意 对地界修士来说 铸鸡的丹药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 不少散修 早已修造了灵动机大圆满的境地 可却因为一旦能求 不得不与猪鸡擦肩而过 带着满腔的遗憾魂归地府 但在铸鸣这样的高级修士眼里 这种东西虽然不能说是垃圾 但也没有分好出其来 反正是不值钱 铸鸣的手腕翻转 直接灵光闪过 一个玉瓶已经出现在掌心中 随后雷轩拔开瓶丝 方香满意 请人心脾的药香传入鼻子里 这是 姐妹俩都秀了秀小摇鼻 脸上满是迷惑之色 洗髓丹他们也服过不少的 可这味道 雷轩将瓶子倒转 掌心中多了一颗白色的丹丸 这 两女目瞪口呆 她们自身仅仅仅是零动器 但修仙界修士的见识 毕竟是不同的 远非下界的同节修士可比 这是极品丹 哦 你们俩见过 雷轩有点雅意地开口了 嗯 徒儿在点击上见过 闪关燕顶顶头 虽然洗髓丹时修炼界最低级的药物之一 但想要炼制成极品的也是很困难的 那炼丹术要非常的高级 可有如此实力的炼丹师 又怎么会吃饱了撑呢 为他们低级修士而炼制食物呢 除非对方的后台 大的令人惊心触目 总之这种弹药 东海修仙界也仅仅出现过数次的 他在点击上看过 偶尔也能听到一些传说 你们俩都羡慕到极处啊 没想到自己有机会见到这样的神物 雷轩眼中也露出几分怀念之色 八百年前 自己也仅仅是以零动器的小修仙者 而且自治与两个小鸭道相比根本就不值一提 上品洗碎丹都没有办法注意 不得不打极品的主意 新月舰之旅九死一生 不过也得到了许多好处 这几品丹啊 就是那时候遗留下来的 如今沧海桑田 往事还是令人怀念的 雷轩屈指未谈 那雪白的丹药就被灵光包裹 四缓十几地向着上官燕飞过去了 少女连忙接住 这种东西对他来说 仅只是可遇而不可救的食物 眼中满是迷醉之色 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 有几品丹做辅助 主机将一点悬念也无 只是真的如师父所说 能在短短的半个时辰内就完成吗 平心来说呀 这一点他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过老师既然这样说 他当然也会照做的 上官燕喷膝而坐 双手平膀双膝 眼眸紧闭 先开始调戏 这个过程并不艰难 很快他就让自己进入了最佳状态 最后上官燕英纯微起 将吉品丹吞了下去 接着开始炼化药力 吉品丹发作得很快 短短小笨人啥的功夫呀 少女的翘脸上就透出了一层飞鸿之色 喝得上满是细密的汗珠 连呼吸都变得极醋 表情颇有几分痛苦 师父啊 看见姐姐这副表情 山君灵 又是着急 又是关心 雷先去依旧一副淡然之色 对普通修行者来说 吉品丹的药力太过霸道了 自己当年突破筑机 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何况在此之前 自己还服用了不少上品丹 抗药性相对来说 要强一点 反正话说呀 鸵儿会吃更多的苦头 不过没有关系 欲不着不成器 这对她以后的修行 是大有好处的 燕儿 不用慌张 一手丹田 按照九天训工中所述的方法 引导要力 雷先微笑的声音传入耳朵 当然 她也不会不管 要想短时间内筑机 自己肯定得住 鸵儿一臂之力 故而 话音未落 她双手 也如春花湖地一般的飞舞 然后一道道法觉 冲着鸵儿打出 两人所学的法术 本就是一脉相承 雷先以离合中期修士的实力 帮助她突破 自然是丝毫彻找也无 山关燕只觉得 一股温和强大的法力 从丹田传入 然后沿着经脉 向着四肢百害流淌而去 所过之处呢 身体就像是泡在温泉里一般 所有的瓶颈 也再起不到任何阻挡的效果 那强大的法力与 要效另一体 向着瓶颈碾压而过的 她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就进阶道 主机器了 感觉就像是在做梦 直到林轩的声音传入耳朵 燕尔如何 少女睁开美眸 眼前的一切与刚刚都大不相同 修仙八个境界 每一次提升都带来质的改变 多谢师尊长全 山关燕跪了下去 恭恭敬敬地将林轩磕下响头 修仙修仙 除了努力 更重要的是机缘 无数低阶修士 努力一辈子 也难以完成突破 竟然在师父的帮助下 这么轻轻悄悄地完成了 法力的提升 暂且不说 光是寿云 就暴增了百年之多 对于为自己带来 莫大心缘的师父呢 上官燕怎么可能不感激 哈利尔 不用太过多礼 你要记住 慢慢新途 助击不过是刚刚完成的第一步 以后会有更多艰难新足 万万怠慢不得 是师父 突然一定努力修行 绝不会辜负您期望的 少女又磕了个头 热彩低眉顺墨地站起来 父亲早逝 在她的心里 莫娟既是严师 又是慈父 能够得到她修归门下 是自己几世修来的心服 而一旁呢 上官林却是非常的羡慕 姐姐都住击了 自己却依旧在灵动机徘徊着 莫娟是何等聪明的人物 目光扫过 已经知道这丫头在想着嘛 在小边露出了一次笑容 哈哈 灵儿 现在轮到你了 轮到我 师父 你是说 我现在也可以住击成功吗 上官林的声音传入耳朵 那张表情 又是欢喜 又是惊愕 看见姐姐升级 她羡慕不已 可自己才刚刚踏入住击后期 还远没到大圆满的境地 这种情况下也能住击吗 小丫头本心本意 这件事情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第1746章 银色光点与蓝色光点 当然可以 雷轩的话 简直如同给小丫头打了一针强心剂 其实只要进入后期 就会冲击下一个大境界的瓶颈 包括就一般情况来说 机会并不太大 所以修士们一般都不会那么做 而是会继续努力修行 达到大圆满的境界 再冲击瓶颈 事已事已啊 渐渐的 很多修士都忘记了后期 就可以尝试突破 雷轩 若不是博览群书 见识远比一般的修士广博 恐怕也不会知道这么一点的 这种情况她还了解过 后期呢 就冲破瓶颈 凭心来说 成功的几率是很低的 包括没有关系 仅仅是想要入击呢 有自己照拂 相信雷轩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当然与燕儿相比 这丫头必须多花一些功夫 说个时辰呢 应该是够的 而这附近还算是安全 所以也可以尝试突破 听雷轩这样说 上官雷脸上满是雀跃之色 小丫头双膝一软 就把雷轩归了下来 多谢师傅 雷轩一定会努力 以后好好孝顺你 这话没错 不过听起来怎么像是 自己已经老了 雷轩有些苦笑不得 要知道在同街修士中 自己可是年轻的不像话的地步 今年才八百多岁的 但不管如何 兔儿心意也是好的 雷轩自然不会与他多做计较的 小话上说 为师者就说你将瓶颈突破 雷轩一边说 一边又取出了一瓶丹药来 与其姐姐相比啊 这丫头的境界要低一些 才刚刚迈入后期 果然想要助击 必须多耗赔一些灵物 当然了 这些在低阶修士眼中珍贵一极 号称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 就雷轩来说 却不值一提 这就是境界与身家的差距 这些东西两女根本就不认得 不过师尊自然是不会害自己的 果然上官连问都不问 就放心大胆地将灵药吞落 他的脸上流露出了痛苦之色 几种霸道的丹药一起发作 威力自然非同小可 好在旁边有灵神相助 早有准备的 他几道法觉打出 引导徒儿将药力吸入丹田 然后与法力混合 才慢慢地流向四肢败骇 时光如白鸡过系 不知不觉 三个时辰就流淌而过 这点时间对修心者来说不算什么 然而在上官邻这个丫头 却是重要到极处 她在不久之前 才刚刚进阶后期 进阶可以说是尚未稳固 现在呢 却直接将大圆满卖过 进阶到驻机器了 看着自己的小手 小丫头简直感觉就是在做梦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不论谁说与她听 都肯定不信 可奇迹偏偏就发生在这里 感觉到体内中充盈的法力 小丫头对临旋充满了感激 像姐姐仙姐一样 朝着林轩跪了下来 多谢师尊出手相助 大恩大德 林儿末世也不会忘记 行了 小事一桩而已 你们俩虽然住机 但后面更需要努力 现在先下去吧 找一件警示好好打坐 且把境界稳固了再说 是师父 姐们俩自然一点意义也无 冲着林轩盈盈益服 最后才恭敬地推了下去 帮着两个丫头的背影消失 林轩叹了口气 如今早午已经处理完了 她也该做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事 自己在这东海修仙节 可实在是混得不咋地 都隆老祖暂且不提 人族的圣诚与海族六王 自己都得罪了 俗话说只包不住火 万一哪一天 混于杀王之子的真相泄露 自己可就吃不了兜着走 以自己现在的实力 肯定是九死一生的结局 除非能够进击道通玄奇 那才可以高枕无忧的 说到底 修仙呢 根本就不用讲究太多的道理 关键是 可你有没有让对方忌惮的实力 这样呢 他能保护家人 保护自己 脑海中间都转过 不过在这里修炼 显然不算是什么明日选择 要急呢 也不急这一点时间 略瞅瞅 林轩将一个瓦罐模样的容器取出 盖子打开 一片黑乎乎的丹丸映入眼帘 这是林轩上次在丹月宗总舵最大的收获 废丹的数量比成品多得多 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要知道在修仙百艺之中 这炼丹之术是很难的一种 越是高级的丹药 越是难炼制 即使是宗师级的高手 想要炼制出 适合离合期修饰使用之物 这出丹率呢 也是低得离谱 有时候甚至要看运气 所以那次在总舵 他找到的废丹 要比成品多许多 对于别的修仙者呀 这种废丹 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处 但价值也是不知一提 然而林轩不同 他之所以能够走上修仙之路 努力与智谋不用说 靠的就是蓝索星海提纯的效果 这看家本领怎么能不用呢 现在不是修炼的好时刻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提纯一下 废丹也不错 脑海中如此想着 林轩抬起右手 一颗黑色的丹丸 就如同被什么诡异的力量 牵引一斑 自动落在了他的掌心里面 说起来 这瓦罐的容积 要比一般的玉瓶人大胜许多 容纳亲力上的废丹是没有问题的 自己如果能够将其提纯出来 那将是一笔令人瞠目的巨大财富 虽然林轩身家丰厚 不过他修仙的方式也与别人不同 消耗同样是非常惊人的 不过当时得到的瓦罐 总共有近百之多 里面废丹的数量差不多 接近有十万的 就算还有别的东西 不全是增加了离合期修饰法力 能够自己修炼到冻圈期呢 也是绰绰有余的 林轩嘴角边露出了一丝笑意 最后波带多想什么 两手一合 将那颗废丹夹在掌尖 开始提纯起来 这个过程对他来说早已是驾心就熟 林轩闭上双目 先施展起内施之术 丹天即海 云英内丹一片相合 法力与以前相比 更加的波澜壮阔 至少从外面来说 看不出分毫的不妥 而蓝色星海 则在缓缓旋转着 在这林轩对小落天发现的 席恋不错 蓝色星海中一变的光点 也越来越多 在某一角落 星海几乎全部变成了银色 当然就体积来说呀 这部分银色光点 依旧不过是沧海一粒 雷轩很好奇 如果当整个星海完全变成银色 那时候又会有什么奇妙的事情发生呢 当然了 这个念头也仅仅是想想而已 发药一口一口吃 不可能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 当无知己 是先提升实力 而对自己来说 丹药乃修炼必不可少之物 先提升出来再说 心中如此想着 林轩也就将杂念抛出 专心致志的开始提升工作 蓝色光点流出丹田 顺着经脉 最后来到他的掌心里面 时光飞逝 以林轩现在的熟脸度 以及蓝色星海的规模 提升一颗丹药 是花费不了多少时间的 尖尖小顿饭的功夫 一股寝人心皮的香味 就从掌尖飘散出来 雷轩得到了一颗 雪白色的鲜丹 玉灵丹 为了进阶到离合中期 过去的两百年里 雷轩自己 就不知道服用了多少这样的宝物 自然是轻而易举的就认出来 一点悬念也无 这种结果 是早预料到的 所以他并没有多少兴奋的表情 脸上依旧全是淡然之色 看着手中的鲜丹 隐隐有几分唇言在里头 当年得到的那些成品丹 自己因为嫌麻烦 所以就一直吞服 严格来说内尔索 其实有些太浪费了 提纯成中品丹 要划算得多 如今现实是难度如何 对于蓝色星海 其来历 雷轩虽然依旧一无所知 不过该如何使用 这八百年倒是研究的十分透彻 越是高品质的丹药 提准起来越是有难度 消耗的光点也会更多 不过 好在这星海的体积 是随着法力增长而增长的 如今自己已是离合中期 这星海的规模 也就颇为可怖 将雨灵丹提纯成中品 雷轩把握还是十分大的 略作休息 雷轩重新盘息而坐 开始提纯起来 然而 推测毕竟只是推测呀 这次花费的时间 不仅比想象的要久得多 而且提纯还遇尽许麻烦了 有些杂志非常的顽固 根本就无法从丹药中提纯出来 而这时候如果停手 那杂志会纠结得更加严重 整个丹药可以说是完全报废了 那些眉头一皱 开始调动那部分一边后的光点 璀璨的银色流入到丹药之中 这回丝毫寻念也无 丹药就提纯为了粉红色 手中的杂志也不是黑乎乎的 而是雪白的粉末 看来要提纯成中品丹 还需要那些变异厚的银色光点 璀璨男人自语 手掌一番 又一个黑乎乎的废丹 出现在掌心里面 璀璨重新开始提纯的工作 他还有不少疑问 需要实验才能一一正视的 将废丹提纯为下品非常容易 随后提纯成中品 则要耐心 需要银色光点的帮助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璀璨尝试了数种方法 用纯粹的银色光点 或者将两种光点混合 搭配成不同的比例使用 纯银色光点当然是最轻松 不过对如今的璀璨来说 这却并非是适用的好办法 因为星海所包括的变异光点 太少了呀 第1747章 陆域危险 偏偏这种光点消耗以后 恢复起来比蓝色的要魂门许多 换句话说这么做 效率可是不高的 根本不能满足自己对丹药的需求 这离生的推算 一次将银色光点消耗完 最多提出三到四颗中品单 较为稳妥的方式呢 是两种光点搭配 经过几番的实验 连具体的比例 零些心中也有了谱 蓝色光点取九份 银色光点取一份 这种混合是最好的 接下来 也要试一试上品单 看有没有机会提纯出来 雷轩正准备进一步实验 突然像是感应到什么 转过头颅 手上的动作 当然也就停了下来 我就知道 不可能不遇见麻烦的 雷轩叹了口气 所以我从静止中站起 瞬间一晃的 就走了出去 甲板上聚集着 不少白草门的修仙者 大家都晓得 如今这种情况 不适合打坐 所以要么交换一下修炼心得 要么就是几个修士聚在一起 由其中修为较高之人 向门人弟子 讲解修仙界的一些 奇闻异事 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 倒不错 不少灵动器弟子 都听得一脸 惊惊有味之色 而雷轩突然外出 自然引起了 众修的注意 不管再干什么 都忙放下手上的工作 向雷轩屈膝行礼 恭敬是发自内心 不少人还满含期待之色 这也是难怪的 自从雷轩收了 上官姐妹为徒 那两个丫头的修为 就突飞猛进 就在不久之前 就双伤突破瓶颈 筑计成功 在临身看来呀 这点小成就 或许是不值一提的 但在低级修士眼中 此目标却足够让他们 用一生来奋斗 而且能不能达成的 还是两说 对于上官姐妹 她们可是 羡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天上掉馅饼 和良女的际遇相比 都不值一提 这种好事 什么时候 能够落到自己头上呢 虽然他们心里有数 这种想法是 有八九 都不过是奢望罢了 可新活的 类子摆在眼前 让这些修士 又怎么能 不负相连篇呢 谁不奢望 一步登天呢 所以在临身面前 他们是表现的 要多恭敬 要多恭敬 要多乖 有多乖巧 就是希望这位 老祖宗 能够受自己为徒 不 哪怕是随便 给点什么好处 他们也会昏天喜地的 人要知足 而林轩是 何等聪明的人物 这些修士在想什么 他心中 岂会没有数 不过自己 又不是 开善堂的 帮百草门迁徒 已经是到了 人之意尽的地步 又怎么可能 额外收徒 或者给这些修士好处 于是这些修士的期盼 也只能是时而薄剑 众修士 虽失望不已 但自然不会 露出分毫的不满之意 雷军所到之处 他们都乖乖地 褪背三舌 无人敢和他 并肩站在一起 海面上波涛起伏 潮湿的海风吹过 一切 似乎都没有任何不妥 然而雷军望着前方 眉头就深深地皱起来 照进之后 他右手一扶 一道法觉 从执掌筋击射而出 正好落在 船身的震盘之处 最后 隐隐有轻微的 嗡鸣传出耳朵 那灵舟 在本宫中停了下来 悬浮 不过隐匿状态 依旧并未解除 而雷军 则站在甲板之处 眺望着远方天际 似乎在观察思索 前辈 怎么了 鱼耳的交呼传入耳朵 上官目语 原本并没在甲板上 不过区区一艘 灵舟能有多大呀 感觉到 林轩从静止中出来 她也连忙 来到了外面 不过 两姐妹当时没有出现 她们依旧忙着打坐 在师父的帮助下 完成铸鸡之路 可境界却是并不稳的 这时候 若不努力 她有可能跌落回去 若真是如此 自己还有什么 里面见师父呢 所以两姐妹 性格虽不同 此时此刻 就是一样的运功 雷军 回个头颅 看了一眼 上官目语 白草门 其他弟子 也是一脸的紧张之所 眼巴巴地将她看着 唉 我们恐怕遇见大麻烦了 雷军叹了口气 悠然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眼前的情况虽危急 但她依旧没有什么慌乱之意 大麻烦 前辈可否说详细一点 上官目语眉头已皱 她将神识放出 并未感觉到丝毫不妥 包括对于雷军所说的言语 此女也没有分好的回忆 两者的神念 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 雷军自然能够 看到一些自己 所不能看到的东西 具体情况我也不好说 我只知道 就在先方 我们人族的修仙者与海族 正确的说 是沙王一系 正打得如何如图 双方都有近万修仙者 那场面是非常盛大策略的 人类与海族上半修史 火并在一起 白草门弟子 不由地面面相去 一个两个 脸上都露出害人之色 这种情况他们是无法想象的 连上官目语都六神无主 雷军自然成为唯一的主心骨 所有人全部都在这儿 等待他的吩咐 雷军泽并没有立刻开口说话什么 如果是一个人 眼前的局面根本就谈不上麻烦 只要小心一点 就不能从这里平安穿过 彼得神通暂且不说 对于脸器术 他还是信息十足 就算是杀王坐镇此处 只要不是一开始就锁定自己 雷军也有信心神博之 鬼不觉得 洗地抹油 还溜 然而现在不同啊 白草门与自己在一起 这么大的目标 想要逃过 那就实在是太困难了 甚至可以说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雷军很快就在心中对自己的处境 做了一个有效的评估 这几支笔 才能百战百胜 现在外面的情况不是很清楚 但首先要将自己这边的实力 以及优劣 全部分析透彻 前辈 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呢 山关牧羽的脸章满是优色 他那一派之主 就要为本派的弟子负责 这种情况下 他们能否化行为夷呢 如何 当然是以惊之动 以惊之动 山关牧羽眨大眨眼睛 有些不解的开口 不错 若是现在逃走 目标太大了 这艘灵州 虽然有一些隐匿的效果 但绝不可能瞒过所有修饰的事实 冒险离开 只会弄巧成拙 还不如选择留在此处呢 雷尘缓缓的声音 传入耳朵 听中国的声音 听channel.com 听中国 第1748章 辅助俘虏 前辈既有计划 那一切就为您拿主意好了 要有什么吩咐 尽管说 其实与闻下弟子 一定会从命行事的 山关牧羽连累发丝 温婉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作为用人不疑 当决定侵徒的一刻 自己就将百草们的命运 交到了林玄的手里 毕竟自己只是宁丹旗 修为见识 远远没有办法与林秦辈相比 想要活着离开这片水域 听他吩咐是很正常的 雷轩顶顶头 子女倒是明白事理 不过话要说回来 若不是百草门的弟子 都很尊敬自己 又重情重义 自己会不会大费周折的 带他们离开这片危险水域 根本还是两说的问题 雷轩可从来也不做赔本的生意 他这么做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的 夫人也无需多礼 更不用太过着急 眼前的局面虽危险 但想要化解危仪的方法 却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山盖沐雨一恶 眼中流露出几分不解之色 不错 夫人可以吩咐门人弟子 全都回到境市 然后打坐调息 铃声淡淡的声音传入耳朵里 联系之术 并不是每一个修行者都会的 何况此时 自己即使愿意传授 他们学也来不及 与其做那临时抱佛脚的无用之事 不如让他们回到境市调息 要知道当修炼者打坐的时候 灵力内缩 多少也有一些联系的效果 如今在亲里之远 人类与海族修饰 正打得如火如荼 在这激烈火兵的时候 未必会发现自己这些人的 当然 这个方法 也不是什么万全之策 多少要看看自己 这边运气如何 总之一句话 读一读 至少从危险系数 比绕道离开 要安全许多 那样目标太大 反而容易被发现 这份考量 林军并没有细说 闻上官沐语 虽是女子 却胸怀广阔 处于用人不移的那种 根本就没有多问什么 就照着林军的吩咐 传下号令去嘞 对此谨遵法御 众修士行了一礼 就纷纷回到刚才 为自己分配的进士 调息打坐 尽量将法力 禁锅在丹庭里 这种时刻 他们打坐归打坐 自然也不敢修行的 不得万一遇见点什么变故 修行却不能立刻结束 被外物打扰 走火入魔 那岂不是太危险了 没有人会干那样的傻事 何况具体情况中人 虽然不清楚 但也知道 如今是遇见危险了 这些低阶弟子 哪里经过多少艰难线索啊 不少人在此前 甚至连云归岛都没有出过 心境的魔力 自然是远远不够的 别敢在那里打坐 心却扑通扑通的狂跳着 满脸的紧张之色 这种情况 雷阵不晓得 紧不紧张 都无外大局 见众弟子回到静视 对身袖旁一服 几张俘虏飞脸而出 平静无奇 那俘虏看上去 似乎并不像 多么高级的东西 上官沐语 正好奇呢 雷阵已经一直点了上去 急 随着连身一声轻斥 那俘虏无风自然 最后几张连成一片 无数白蒙蒙的雾气 从里面飘散出来 向着四周弥漫 这是 辅助俘虏 山关沐语 一手眼口 人不如小声惊呼 雷上满是不可思议之色 这倒不是因为 辅助俘虏太过珍贵 恰恰相反 顾名思义 辅助俘虏 通常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没有攻击 也不能防御 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就仿佛世俗的 鸡鸣狗道之徒 难堪大用 这种辅助类型的俘虏 低阶修士也许会用的 可像自己这样的 宁丹气修士 就不会感兴趣 而对方可是离合呀 这太不可思议了 眼角的余光扫过 从上官沐语震惊的表情 雷轩当然不能推断出 她在想什么 雷轩在嘴角边 露出几分微笑之色 谁说辅助辅禄 就一定没有用了 古修士既然将其研究出 那肯定就能找到其用武之处的 何况自己手中这几张啊 也不是一般的辅助辅禄 而是在丹月松的秘密总舵中 找到的 堪称精品之物 这些物件 都有隐匿的效果 有它们包围在灵州之侧 被发现的几率 将降低许多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雷轩也不想与这些修士冲突 俗话说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何况他如今 有那么多人需要照服 遇见危险 那就要尽量的躲 当然最终结果如何 依旧不好说 总之雷轩是将能用上的手段 全都用上的 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进人事而听天命吗 指的大概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的 随后雷轩就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呢 然而神识 早已被他悄然放冲 前方的战场打得如火如荼 雷轩倒希望 其能够快点结束 当然 人类能够获胜是最好的 虽然修签者自私自利 不过从感情来说 雷轩当然是站在人类这边的 诶 圣诚的修签者 雷轩突然一声惊呼 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前辈 你是说这有圣诚的修签者 山棍木鱼 也有点吃惊了 不错 而且还不止一个 雷轩一手符合 隐隐像是把握到了一点神 盛诚的修饰很好辨识 即便穿着的服装不同 但上面都有整齐画意的标识 战场距离这里约有千里 说远不远 说近也不近 以雷轩的神识 全部囊够自然时分好问题 也没有的 那些小虾米的战斗 他不关注 注意力呢 全部集中在离合器以上的修签者 双方各有十余人之多 正着对死杀 直接灵光四射 暴力声不停地传入耳朵 当然 这也是因为林轩神识够强的缘故 山棍木鱼 可就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听不到的 不过此女倒也不急 慌没有用处 既然决定要离开危险海域 那在侵徒的途中 就放心大胆地将命交到雷轩的手里 此女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雷轩关注着战局 直接那几名雷和妻修士的斗法 大多呈现胶着 其中最激烈的 非两名后期修士莫属 人类这边 是一相貌其丑的投驼 但法力却是不弱的 一柄火红色的船上 被他去世的出身入化的地步 一会儿化为蛟龙 一会儿障眼又遮挡住半边天幕 生死浩大到极处 第1749章 鲨鱼灵兽 而与他对垒的 则是一个平平无弃的老者 背身只有点脱 给人的感觉仿佛一阵风 就能够吹倒似的 身高还无法与常人相比 要矮上一个头有鱼 看上去根本就没有什么力气 可偏偏他使用的 却是极为沉重的兵器 一对独角铜人上下飞舞 在老者的屈指下 如同绣花针般的灵巧如意 与偷偷的馋长恶斗不已 而烧原之处 则是两名相貌相近的人类修士 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 驱使着一阴一阳两只巨缩 而与他们对垒的是一对海族夫妇 夫妻俩手中各执着一个混云葫芦 一道道 贵风从里面飞掠出来 双方斗的是不亦乐乎 俗话说兄弟连心 齐力断尽 可两人竟然能够结为 双修道旅 同兮同素 这心意自然也是相通的 究竟谁强谁弱 一时片刻还真不那么好说 总之双方同样是处于相识状态的 而在左近之处 一大团血红色的雾气 飞涌不已 可与他对垒的东西更加诡异 居然是一片黑色半透明的液体 阴风阵阵 还有恶臭传出 一看就是这么诡异的魔道之术 那些小虾米的实力散起不提 双方的高手决战 却是视讯立体的 可那丑陋偷偷的脸色 却难可无比 唐大友 你们海族是真的不管不顾 觉得连我们圣称的使者 也敢偷袭吗 偷偷的心中 又是惊又是怒 这些海族也太疯狂了 他们这盛生的修饰 刚来到这奎叶岛不过数日 立足未稳 就遭到了狂杀一族的骑兵突袭 损失惨重一击啊 幸好在这奎叶岛上 也有几个大荒海域有名的大派 合兵一处 这才没有兵败如山倒 否则后果根本就难以想象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 倒又还说这些没用的废话干什么 你以为局势发展到此处 我们两族还有回旋的余地吗 既然大战是肯定要爆发的 那不如先下手为强 老者说到这里 眼中闪过几分利涩 这是狂杀王制定的策略之一 狂杀一戏 本就是海族中最好战的 何况先是儿子云洛 后来族中一名冬军旗长老 也莫名失踪的 虽不知是生是死 但料来凶多吉少的可能性 要大一些 沙王有惊有怒 几乎要被气疯了 原本有的几分顾虑 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 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 血债只有用血才能洗经 于是他也不知会海族其他势力 就单独行动 第一步就是战灵 与他接壤的大荒海域 听说圣城陪人来到这里 那就将他们当成第一本的目标突袭 只要杀掉圣城的使者 大荒海域将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这里虽然贫瘠 但面积广阔 而且与人族的冲突 这将是一块战略要地 从策略来说 沙王没有错误 而且进展得非常顺利 大荒海域 面积广阔 人族修士的数量也是极多 可惜大部分都是散修 以及一些布希尔的松门家族 实力偏弱 而且凝聚力是很低的 简单的说 就跟一盘散沙相差仿佛 当然 那只是就一般情况来说 如果能够将所有的修士聚合 像绳子拧成一股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也是不弱的 毕竟炮灰 也不会没有一点用处 很多时候 以断也可以咬死相的 而那么多宗门家族 想要将他们聚合 难度也是极其可怖的 放眼整个人族 也唯有圣城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沙王作为海族的大首领之一 喜会不了解其中的道理 于是他先下手为强 直接攻击圣城使者 准备第一波 就先将大荒海域给拿下再说 海族老者此时可谓胸有成竹 攻击也是凶猛到极处 独家同仁灵光打坐 轰隆隆的声音不停传入耳朵 仿佛每一击都能将山打个窟窿 然而偷妥作为圣城使者 自然也不是尼捏的呀 他也知道这一战 对方志在必得 那自己更不能有丝毫轻呼 否则大荒海域 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 自己就算有命能够逃脱 城主也绝不会将自己放过 那时候才是真的生不如死呀 只是有一个疑问困惹了好久 对方既然下决心要将自己这人剪除 为何不干脆多派点人来呢 此时此刻战火固然激烈到极处 但自己这边也不过是稍落下风 沙族这么做 未免不符合他们一向行事的风格 难道在这其中 还有什么诡异的阴谋不成吗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心生退役 可想想圣城的惩罚 心中有实在是决断不下 纠结呀 但不管如何他的气质开始减弱 那海族老者开始一点一点的占据上风了 不过想要取得胜利呢 依旧不是一时片刻可以办到的 林神的眉头皱在一起 这仗究竟要打到什么时候 拼拼自己还不敢走 灵皱的目标太大 一动就会引起双方的注意啊 林神叹了口气 如今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在这 林神没有想过出手 虽然他希望人族这边取得胜利 可海族作为偷袭的一方 表现得着实诡异了些 这一点连投驼都有所觉悟 林神又怎么可能丝毫发现业务呢 又过得小半战杀的功夫 大战依旧成见焦灼 天空中突然飞来了一片妖物 林神瞳孔微缩 眼中露出几分迷惑 难道是妖族 不会吧 虽然人足与海族冲突 妖族肯定会伺机或是摸鱼 但现在就加入战团 未免太早了些 林神迷惑不解 人类羞势更是大惊失色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 那些妖物的真正面目 竟是一条条的鲨鱼 从雾气中窜出 但并不是大海中普通的那种 而是祸人价实的海兽 从主机到化形期都有 但奇怪的是 那些化形期的海兽 依旧保持着鲨鱼形态 这些是鲨鱼圈养的打手 林神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就像人类修士 可以与妖兽签订契约一样 海族同样圈养了许多灵兽 而这片妖物面积广播 里面的鲨鱼 总有数万之多 如此来 人类的局面就很不利了 除了几名离合期级别的高手 每一个人几乎都要面对 几头与自己同一级别的海兽 第1750张 杀俗病魔 这种仗还怎么打 肯定是必输无疑啊 反应快的已经协定我由 运气不好的则直接被秒杀 连云鹰逃脱的机会也是不大 往往瞬移还没有使出 就被那些鲨鱼一口吞了入腹 作为海洋的霸主 鲨鱼本来就凶残到极处 海兽也是一样的 然而 这还不是最可怕之处 一股强大气势配战而出 那可怕的程度让方云百里所有的生物全都恐惧站立 连海水都澎湃不已 这种威压 这种气势 难道是 众修是瞠目结舌 不由自主地停住了手中的动作 于是一副诧异的画面出现了 前一刻还是万人火兵的激烈冲突 下一刻居然清冷到极处 连那些狂暴的鲨鱼都整齐画意 向着左侧 反复在瞭望着神们 最后身体微微的攻起 又仿佛在公营行李 海风吹过 最后一团血盲诡异已急的 出现在了视线中 面积并不离谱 仅有母虚左右 但却红得夺目 仿佛有鲜血 要从中滴落一般 最后那血红色的云朵 来到战团上空 滴落落盘旋 烧清之后 红光收敛 显出了一位脸色苍白的修饰来 锦衣欲跑 身材却远比一般的修饰要高 很瘦 无论是脸孔还是手掌上的肌肤 几乎都没有一丝血色 他用手捂住胸口 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身体很弱 仿佛那种体弱多病的富家公子似的 而他看上去确实年轻 只有二十五六 头发用金罐细着 泛着淡淡的黄色 发质很干燥 就仿佛缺营养 没吃饱 这个人看上去 仿佛一阵风就能轻易地将它刮倒 然而低阶修士不说 几名圣城的使者 无不勃然变色 病魔 鲨鱼的病魔 不可能 他可是动静系老怪物 怎么第一波就出动了 忠修士大惊失色 惊骇与恐惧 在彼此之间飞快地传递着 然而事情当了这一步 郁闷也是没有用处的 不管病魔为何来到这里 他们的形势可以说是 优伐一击 想要从一名动旋机老怪物的手下逃脱 那难度是谁都清楚的 几乎可以说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不逃又能如何 难道傻乎乎地在这里等死吗 鲁鱼尚且偷生 何况修仙者呢 就算逃有再大的难度 此时此刻也必须搏一搏 没有人愿意束手待毙的 而反应最快的 非那些修为最高的头头莫属 他可是离合后期 顿术自然也是最玄妙的 此时此刻一件行事不对了 这家伙也是当机立断的主 一声哀嚎 就朝着远处逃跑 居然连本命法宝的船长都不要了 如此国管狠利 让与他对垒的笨朽的老者也恶然不已 所谓失之好理没有一心理 就那么愣神的功夫 对方一逃到天际 追都来不及 老者不得信心地放弃 偷偷松了口气 然而他的危险却并没有因此过去 病魔的脸上露出一丝 鸡巢之色 跑 在本尊的手下 你以为有活命的机会吗 他的声音都阴阴柔柔的 装满以后还伴随着剧烈的咳嗽 而动作却丝毫不含糊 从衣袖中飞出一团雪雾 把队包着雪雾 那所谓的雾气啊 是由一个个大小不一的 半液态红点组成的 还在不停地闪烁 雷仙的神识已经收敛了许多 不想被这动旋旗老怪物给撞破 不过依旧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很快那诡异的雪雾就追上了偷脱 哭了一下将其包裹 头脱大惊失色 芒将一防御法宝寄出 变化出了一道凝厚光幕 可没有用处 那雪雾竟仿佛具有渗透性质的 是那层法宝变化的光幕为无物 轻而易举地就钻了进去 这是什么法术 雷仙在远处看着 心中也有些发痕 他即使广播 但这样的秘术却听都没有听说过 如果遇上 那该怎么破解呢 雷仙的这个念头尚未转过 耳边就听见了头头的大声惨呼 一旦被血雾包裹 他的肌肤居然迅速干枯下去了 就仿佛生命与法力一下子被吸走 与之相对的远处 那跪着公子的脸上却露出享受之色 原本苍白的面容隐隐的也露出了一点血色来 吸纳别人的精细为自己所用 雷仙的眼光很毒 隐约已经看出了一点端倪处理 虽然法术的来历不清楚 但这绝对是魔道的神通 而且是十分阴毒霸道的一种 偷偷大声的惨呼啊 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尸体 生命与法力完全被对方吸取 从天空中坠落下去 原因没有顿出 与肉身一同陨落 灵神的脸色越发的难看了 灵界的功法秘术 诡异玄奥的程度 果然远远不是人界可以相比的 不过 他远在心里 也不过是感慨而已 那些身处附近的人族修士 则一个个心胆剧烈 东玄其老怪物 而且手段如此离谱 哪是自己这些人可以抵挡的 留在这里绝对没有活路 而且死的恐怕会悲伞到极处 众修士一红而散了 这个过程中 自然有不少倒霉的家伙陨落 被他们原来的对手击杀掉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运气不错 迫着反应够迅速 依旧活着 在身上多少时带了点伤 于是数以千计的残兵败 将开始拼命地逃走 不巧不巧 他们选择的 偏偏是自己灵州所在的方向 可恶 雷旋的脸色顿时 阴沉煮水了 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自己什么都做到了 可是到临头 老天爷却偏偏与自己作对 没有运气的帮助 自己也只能是图魂奈何 残兵败将逃亡此处 海族肯定没有放过一说的 随后使验杀 不发现这么大的一艘灵州 才是怪事呢 雷旋他的口气 继续留在这里 将会是很愚蠢的 事到临头没有别的出路 只能使三十六计 走 尽管那样做 被发现的风险也是极大的 但不管如何 总比作业代弊的好啊 点灯